轻微粘转 慢慢将针提至皮下 然后将针起出 再以消毒棉签揉按针孔以防出血 出针后病人应休息片刻方可活动 医者应检查针数以防遗漏 注意事项 过度饥饿 过度疲劳 精神过于紧张者 不宜立即侦次 对于体质虚弱者 尽量选择卧位 而且手法不宜过强 妇女怀孕三个月以内 下腹部竞争 怀孕三个月以上 腹部 腰底部 即可引起滑胎的数学 如三阴胶 河谷 昆仑 智阴等学也进针 妇女行经起 除条经外 一般不宜针次 小儿信门未闭时 头顶部输血 不宜针次 常有 致发性出血 或损伤后 出血不止的患者 不宜针次 皮肤有感染 溃疡 斑痕 肿瘤的部位 不宜针次 对胸鞋 腰背 丈夫所居之处的书鞋 不宜直次 身次 肝皮肿大 肺气肿患者 更应注意 针次 眼驱 相部的丰腐 雅门等学 及脊椎部书鞋 要掌握一定的角度 更不宜大幅度的 提插 粘转 和长时间留针 以免伤及 组织器官 针次 下腹部书鞋时 应煮病人 排空小便 对尿主流患者 在针次 小腹部书鞋时 也要掌握 适当的针次方向 角度 深度 以免省伤膀胱 针次 异常情况 晕针 使针次时 病人突然 面色苍白 眩晕神体 心慌出汗 胸闷恶心 脉象沉细等情况 严重者神魂促到 唇甲轻止 二变失禁 晕针 晕针时 立即停止针刺 将针拔出 去试针 去试平卧 注意保暖 给予热茶或温开水 严重者可止压或增次水沟 内官 永泉 竹三里等鞋 也可选就百会 官员 气海 神圈 初次针次 或精神紧张者 应做好解释工作 并且选取舒适体位 取鞋不宜太多 手法不宜过重 对过度饥饿 过度疲劳者 应等待病人进食后 或体力恢复后 才能进行 针刺治疗 以防晕针情况的发生 在针刺治疗过程中 医生要随时观察病人神社 如有晕针先兆 应立即采取措施 制针 适至近针后 医者适用提叉 粘转手法 或出针时感到设置困难 而病人感觉痛惧 至针时可延长留针时间 或暗柔局部 或者在附近加刺一针 若单向粘转 而至至针时 应逆向退转 并左右粘转出针 弯针 是针身在体内形成弯曲 发生弯针时 因顺着弯曲方向退针 弯曲不止一处时 应缓慢分段退出 因移动体位 而至弯针 应缓慢恢复体位后 再起针 断针 是指针体折断 并存留在人体内 也称折针 断针发生时 要保持圆体位 以防断针 向深沉陷入 若针身缠端 入于体外 可用镊子夹出 若断针完全深入皮下 或肌肉深沉 或在重要胀器附近 活肢体活动处 应在X光定位下 外科手术取出 血肿 使出针后 针孔周围轻脂 或肿胀疼痛 如果是局部有微量剩血 或者小块轻脂时 可做必要的解释 一般不必处理 能自行消退 若局部轻脂明显 可先行冷敷直血 再做热敷 或轻轻揉暗 以活血 借助救火的热力 给人体以温热性刺激 通过经络书写的作用 达到致病防病目的 称救法 爱救 有爱助救 爱卷救 温真救 温救气救等救法 将纯净的爱容 制作成为圆锥形的爱团 称为爱助 施救时 每燃完一个爱助 称为遗状 爱助如蝉痘大者为大助 如黄豆大者为中助 如脉力大者为小助 爱助救分直接救和间接救 将爱助直接放在皮肤上施救 称直接救 斑痕救和无斑痕救 属于直接救 将皮肤烧伤化浓 预后留有斑痕者 称斑痕救 施救时 先涂一少量的